一定要在彼此面前放一個想P 因為如果你辦不到這一點的話 很難走一輩子 我們今天要幹嘛 你剛才傳LINE給我 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們要聊婚姻上面的 Yes and No 不是啦 我們今天要討論 結婚後熱戀感不在 怎麼辦 放下手機 手機真的就是很多婚姻裡面 真正的第三者 有沒有曾經很無奈 或是受不了另一半的時候 我覺得一定會有的啦 因為每天朝夕相處 然後很多小的事 都會慢慢的摩擦 那你永遠受不了我的時候嗎 幹什麼 可否在另一半面前大辣辣的展現自我 例如放屁打嗝 婚前一定要做十件事 其中一個一定要在彼此面前放一個想P 因為如果你辦不到這一點的話 很難走一輩子 不過如果真的是說是你打了一個大嗝 或者放一個想P之後的話 你還是要說 Excuse me 對不對 是否建議夫妻要有共同的興趣 我覺得還是要有一些 共同的興趣 才會有一些共同的話題嘛 我是覺得不一定需要 那個別會有不同的興趣的話 只要你樂於分享 就說我今天出去跑步的時候 我看到了哪一個什麼新的餐廳啊 我什麼很好玩啊 就可以把這個資訊帶回採訪B字 就我覺得那個分享才會比較重要的 有小孩是否會幫助婚姻生活 對 小孩子會帶來一種幸福感 像一個星期天的早上 然後大家起來的時候 就賴在床上啊 然後全部都不床上一起來 你們抱抱啊什麼的 好吧 那我們真的要 我要收回我剛剛說的 小孩是會幫助婚姻生活 在三點 如何在一起久了 不會無聊 沒話說 我們常常兩個人可能一整天 沒有講到話 但我們見到彼此的時候 第一句都會問對方說 欸 今天怎麼回事 分享一下今天做的事情 那當然會從那邊 會延伸其他更多的話題嘛 對 不過重點就是說 你在聽對方來說的時候 你自己不要畫手機 喔 就是要表現出比較有 意思的感覺 就算你覺得沒有意思 沒有興趣 真的嗎 你會對我 你會對我分享的東西 沒有興趣嗎 有的時候你跟我說 研究顯示的時候 我只要說研究顯示 接下來就會聽到他打明聲 我覺得關心彼此在生活 戰鬥的小事 是蠻好的方法 就是減低那種沒有熱戀的感覺 那當然如果有時候可以 你知道製造一點小驚喜 也是蠻不錯的囉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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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很多時候長輩 就是會覺得這是一個 尊重的問題 對 就是自己有沒有受到尊重 自己有沒有被聽到 對 很多的婆媳關係來自於 婆婆覺得自己已經失去了那個 重要性 尤其是說在自己兒子的生活裡面 所以他會開始在各式各樣的方面 就會展現說自己的控制能力 自己的權力等等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會讓媳婦很受不了 對 還有很多人會提到 要跟跟婆婆同住 那我覺得這一點也是 我們真的是建議就是 能夠不要住在一起 其實就不要住在一起 我們可以住很近彼此照顧 但是還是有各自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婚姻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partnership 不會是只有一個人來決定說 我們這一個婚姻應該是長成什麼樣 就像有些人會傳統的觀念裡面 覺得說是賺錢的人 就可以就應該要去掌控 對不起 一個家多難去料理 多難去照顧 對不對 其實這個分工 本來就是兩邊都有兩邊 個別的權利跟責任 隊友其實要常常會要開會 要這樣子才能夠達到共識 為什麼到最後我們都會建議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去看一個 婚姻諮商 婚姻諮商 對 就是因為 兩個人往往其實是在 平常的這種日常互動裡面 明明是一個小眼神 明明是一個 輕蔑的笑容 會傳達給對方的一個感覺 就是說 你根本看不起 或者是聽不近 或是說的話 你不關心我 有些時候你會需要有一個 專業的第三方 來告訴你說 其實你在溝通的時候 也許你要去注意一下 你自己的語氣 你自己的表情 你自己說話的方式 你有沒有讓對方把這個話說完 這個會是婚姻裡面 這是第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讓對方把話說完 不要覺得對方只是在抱怨 當這個 他可能溝通的方式 讓你覺得抱怨 但是他其實一定是有問題發生 那你要去聆聽這件事情 一方好好說 一方好好聽 其實很多問題就會 比較容易解決 想要知道更多 官人兩性的問題 該如何解決 請關注LTV Couples Wiki 那記得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